嗨 大家好 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下一个询问度非常高的问题 那就是UX设计师到底挣多少钱 今天呢我们来谈钱 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我收到的各种私信里询问度最高的了 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几个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但我知道也很多朋友不知道的 特别常用的三个网站 我平时会查薪水用的 推荐给大家 OK 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吧 第一个想推荐给大家的就是Indeed这个网站 它不仅是你找工作非常好用 如果你想单纯的查薪水呢也是非常好用 信息很全的 比如说我在这里输入了product designer 然后地点呢就是美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给了一个平均数就是89,000美金一年 下面呢就列举了几个比较大的公司 比较有名的公司他们的薪水情况 这里显示的数字呢是它的整个package 所以看起来呢数字会比较高一些 再往下滑呢就可以看到一些地点的 比如说三番现在平均每年的水平呢是12万7 像中部呢来说就少一点 比如说德州奥斯丁是11万一年 像明尼的这一个呢就会更低是9万9 所以呢其实薪水我觉得各行业都是一样的 它会根据你当地的你的消费水平进行一定的调整 所以呢同一家公司在不同的location都是很有可能会有很大的薪资差异的 像西雅图这个数字9万4还蛮意外的 因为我以为想象中会更高一些 据说西雅图的很多地方它的消费水平其实并没有很低 大家就是可以以这个作为一个参考吧 尤其是你想转行之前可以来看一看这些数字 看是不是跟你的预期有差异 你继续往下滑呢 它还给你提供了一些其他的job title的职位 以及他们的薪水 比如说我之前做平面设计 它这里列举的一个平均值呢就是19块6毛1 这个数字呢就比我之前知道的 我自己做的要低很多 所以它就是一个平均的 只是仅供参考的一个数字 不一定能代表所有人的情况 下一个网站是Levels FYI 这个网站是很有名的 尤其你是想查各个公司 或者是一些大厂的一些package 这个网站是非常有名 我也推荐你去用 但是我尝试了一下 在这里比如说输入UX Designer 它是找不到的 原因是因为做交互设计呢 它英文里来讲 它有非常多不同的名字 所以大家搜的时候 在这个网站搜的时候 我建议你尝试Product Designer 这样就可以找到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能看到很多大厂的数字 放大来看 它的薪水是由三部分构成的 第一个就是你的base 第二个就是你的股票 最后一个是你的bonus 像base来说 一般公司它是相对固定的一个数字 就是同一level相比较的话 但股票跟bonus是属于你在谈offer的时候 你可以谈的更多一点的 它的灵活空间是比较大的 这里呢它也有写所在地 比如说IBM他们家 在圣河赛的地点 是level4的水平 它给的是15万5这样的一个数字 但是它的信息没有很全 比如它的股票和bonus就没有提出来 我这里搜的呢都主要是显示的弯曲这一块的 薪水还是很不错的 还是很诱人的 咱们来换一个地方吧 也搜一下中部德州 我是随便搜的 就会低不少 比如说这个显示的是google的junior是15万 但这个数字我相信已经比很多公司的 或者说比很多中小公司的junior级别高很多了 最后来看一个呢可能也是大家最熟知的就是LinkedIn 我们来尝试一下UX Designer 不然看了 OK这个网站呢因为我之前使用过 它刚才就要求我必须要把我的所有薪资 我的公司的这些bonus各方面的情况填完 它再让我继续看 OK这是一个很减分的地方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里可以看到它给我们的base salary的中位数是8万 当然这个就是初级junior level的情况 然后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公司都在这里 这个我觉得它比较合理 就是它给了你一个范围 比如说google的这个 在三番的这个职位 它显示14万6 但它有一个range是11万到19万3 哇19万3 这个junior如果是这个数字呢 那是相当高了 嗯这个参考价值还蛮高的 我们来看一下senior 这个网站设计我觉得更合理 就是你搜 没有搜全它都会出来很多选项 而不是说非要让你把这个名字数得很清楚 哇这个很明显就更高了 11万7 它的range是87万到15万5 我觉得这个数字蛮合理的 可能还偏低吧 对于某些公司大公司来说 可能还偏低了一些 依然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公司 今天呢 主要想跟大家聊一下怎么样去查薪水 我认为这三个网站是非常好用的 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有一些关于UX的其他的问题呢 欢迎给我留言 我会挑询问率最高的 大家最感兴趣的去一一回答的 OK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 我们下次再聊吧 拜拜